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 很好吃 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吃货小村队的Zoe 我是Stephanie 马上就进入12月份了 就很快圣诞节就要到了 那想说大家圣诞礼物 有没有准备好呢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今天有一样来自 Lady M的冬季梦幻圣诞礼盒 带着小卡片 哇 它做得很细心啊 像每一个那个热量表 它都有提供给我们的 好精致哦 哇塞 好可爱的感觉 那它其实呢 是一个FM 卡伦 因为马上我们就是到12月份 每天你可以开一个小抽屉 然后你们有一个小惊喜 我现在可以全都开开来吗 你可以稍等一下 对 这也是他们今天 第一次出这个FM 卡伦 这里面是有个水晶球 它可以把它拿起来 因为我看了这是帝国大厦 我觉得这应该是纽约的一个 雪景 纽约也是Lady M的老家嘛 之前我只看到有一些护肤品牌 他们才会有一些这种圣诞的卡伦 我们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想办法去集圣这些圣诞礼 我们选一个吧 对 可以 选一个 选7吧 这个7 4颗糖豆 从12月1号起 就可以开这个小抽屉 然后圣诞节12月24号 一共它这里有24个抽屉 那你每天都可以抽一个小抽屉 然后里面都是不一样的糖果 啊 很好吃 这应该是 Rasberry Almond 不错 很香 它不是特别甜 不是特别甜 不是特别甜 重要的事情要做三点 那它一共有12种口味糖 然后它这一张卡片上呢 这个抽屉里面12种糖果的一个介绍 哦 它有个Teddy Bear Sparkling Teddy Bear 哦 不知道它在哪个抽屉里 还不知道 有一些酸苹果啊 有一些野莓啊 还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软糖 然后糖豆 巧克力都有 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 是属于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圣诞里头 还挺惊喜的 因为它第一颜色啊 就红配绿还是比较圣诞色 比较好看 就平时放放首饰啊 放放一些小的stationery啊 颜值和实用性 包括美食性 其他优点基于比赛的一个圣诞里盒 你要试哪个味道 这个味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选酒 我就是酸 哦 这个是什么味道 我们猜一下 我猜应该是柠檬味 我觉得可能酸 就是酸酸的 酸酸的 嗯 嗯 谢谢 就是现在尝了两个味道 我觉得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那个糖果不是特别的甜 把握得比较好 对 把握得比较好 酸甜都适中 相当不错 它可以双回去 就是变成一个礼盒 此以后 这就是你的secret box 你要不要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今年圣诞送的人也很合适 我之前还有一个想法 帮在座的广大指南 想要求婚idea 就是之前送给女朋友前面的都是这个糖果 然后最后一个就放了 对对对对 漂亮的一个 我之前也测评过Lady M的月饼 那这次是第一次做这个圣诞礼盒 对 还不失手的感觉 这款Lady M的圣诞礼盒呢 将会在我们吃货小卖部上面发售 10月8号起发售哦 到处会把信息放在底下的info box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趁早抢购哦 因为数量不多 那我觉得无论是送人或者是自留 都可以 谢谢大家看了我们这一次的开箱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吃货在美国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